事情是这样子的 收工之后老板要骑车回酒店 原以为是这样的 让我自然叫我拖 小心 他永远不会补充 然而 我现在骑迷路了 我现在骑到一个山上 不知道怎么下去了 啊 我上山了 我上山了 为什么让我爬山 这个山太高了 为什么让我爬山 啊 这里是哪里 为什么带我爬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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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山怎么还没有玩 这个山还要多远 有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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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有坡 什么还有坡 还有坡 还有坡 还要爬坡 还要爬坡 为什么还要爬坡 我现在海拔83米 我爬了83米了 这里是哪里 现在海拔90米 我现在在山顶 这里是哪里 想做银行银行 I miss you so much 那是公路 我知道我在哪了 啊 这边逃出来了 I'm back 下山了 下山了 提醒各位朋友们 骑车之前一定要做好路线调查 不要像我这样子 今天骑了 只有五六公里的山路 然后那山路 不止五六公里 七公里的山路 那山路一百多公 一百多海拔高 一百多米 太累了 好在最后还是到酒店吧 那山路一百多米 岸路一百多米 这个东西 是九十五公里 之后 也问你是准备药 我心灵狗 改变 算不出了 不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